好 在美加的这个边境这边 又传出了恐怖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其实在美加边境的桥梁 现在惊爆有这个车辆爆炸 造成了两死一伤 现在外界都在猜测说 这是不是一种恐怖攻击呢 那根据FBI表示 这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靠近尼加拉瀑布的彩虹桥 发生了这个车辆爆炸的事件 很可能是一种恐怖主义的攻击 消息的是讲说这一辆车呢 正从美国开往加拿大的途中呢 然后就试图向这个边境的 官员大楼这一边开过去 然后呢就发生这一场爆炸 警方随后到达现场 并且封锁这个在地的消通 那后来纽约州长是讲说 没有恐攻的迹象 是赶紧来做消毒澄清 只是外界还是把它 往这一个方向来做思考 因为现在中东紧张局势升温 的确让世界各国都开始担心起 这个恐怖主义是不是又要再度回来了 那共和党人啊都讲说 这个汽车不只是爆炸 这恐怕是一场恐攻 而且在这个X上面也有人讨论说 这一辆汽车其实从美国一侧超速使向加拿大的边境 几乎是失控还撞上了栅栏 起火他说怀疑这就是一个恐怖攻击的一种方式 那这其实我们看看这个尾巴战争以来 美军其实在37天之内被偷袭了66次 所以现在美军也开始对于伊拉克的真主党 开始进行一些报复攻击 那伊拉克的副总理是谴责美国 你们这样的侵犯主权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们这一个反击有酿成了巴斯 所以巴格达当局是予以谴责 那英国的外交部也因为这个以哈冲突 开始加强就是一些警告 就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恐怖攻击事件出现 所以包含了像是美国纽约 他们现在纽约的警察全面的进修 反恐小组也是加强巡逻 还有在法国这边出现了 就是有蒙面的妇人在车站高喊真主治大 结果法国的警方当场拔枪射击 另外这个哈马斯攻击行动的一个连锁效应 其实也让FBI的局长示警说 现在其实蛮危险的 他是在这个五眼联盟的一个 这个情报机构的一个会议上头 也有讲到现在目前一致要加强 对于这个恐怖攻击的一些防范 他们说这个中东的危机的发展 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国家 这个里面出现一些袭击 或者是恐怖的威胁都会上升 那10月20号不到一周的时间 其实法国凡尔赛宫就有5次因为炸弹威胁 而紧急疏散旅客 疏散游客的情况出现 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白宫 对于以色列反反复复的状况 好像没有办法确切的掌控 我们来时间去还原一下 其实在11月21号的时候 纳坦雅胡有召集内阁表决放话 就说修战不代表停战 绝对不会散罢甘休 然后到了22号的时候 昨天就是大家都松一口气 就说全世界看到算是一线曙光 就说以色列政府达成了休战协议 那哈马斯也讲说 加萨在11月23号会暂时停火 拜登也说非常的好啊 就是表示欢迎非常满意 一旦协议生效 人职就可以跟家人团聚 但是时间就这样 到了今天突然又出现了 是不是又破局的情况 那有点蓝白盒的那种感觉 突然又出现了一些变数 那乙方是讲说 他现在又要推迟人职的协议 他说至少到星期五都不会停火 所以现在大家又要再等着看 星期五会不会有一些 停火的相关的消息 那到底是为什么焦灼呢 他说推迟的原因跟 哈马斯还没有提交人职的名单 是有关联性的 那所以他们这个停火的谈判 这是一波三折 这拜登现在也亲自参与 但是哈马斯还一度中断了谈判 也就是说表示出来 拜登努力想要证明 美国还是老大哥 这个世界老大哥 世界警察的地位 可是以色列好像也不太受他控制 那现在就大家目光就转向 还有另外一个组织 就是金砖峰会 他们特别为了尾巴 开了这个特别峰会 也是希望能够促成 这个尾巴的停战 那也表达出来说 这个世界上面 现在开始不是美国说了算 或是美国是不是对于 以色列也没什么办法 也不再只有G7可以发声 所以我们看现在世界上的重大事件 过往都是G7立刻表态 但是现在不仅仅是G7 其实金砖国家也都在发出声音 虽然各国态度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但是共同的是他们呼吁要全面的停火 而且谴责对于平民的一些攻击 避免这个危机进一步的外溢 所以现在看起来 金砖国家在尾巴问题上 多少是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性 也让这个中东 霍元跟进城也发挥了一些相对应的影响力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 我觉得现在恐攻这个可能性 当然是存在了 但是第一点 恐攻的说法不能够掩饰 你在加萨的屠杀 要搞清楚事情的重点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现在这些 包含伊朗 包含沙徒阿拉伯的这些国家 面临到他自己的 就是同样的穆斯林同胞 巴勒斯坦人 被这样子屠杀 今天已经确定死亡 一万四千一百人 中间五千六百个儿童 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 跟穆斯林国家 他们其实很克制 很理性的 用外交的方式 用同盟的方式 某一些人甚至主张 说要对以色列禁运等等之类 都还被拦下来 然后呢 集体的派遣外交部长到北京 透过联合国的方式 提供人道援助 对美国施压 对国际施压 对以色列施压 而没有说号召 要去打以色列 或者说我们要去 怎么样武力奉还 恐攻 当然如果这么一号召 就会起来 所以目前啊 我觉得那种恐攻 有一点像是狼来了 但是千万还是不要轻忽 也是事实 可是重点是 你在加萨那边的一个屠杀 你不能够去掩饰他 对不对 那拜登 我觉得拜登现在很怕怕 他怕 这个这次的加萨战争 变成拜登的伊朗人质事件 各位记得吗 1979年 卡特总统在做第一任的时候呢 他就是碰到的伊朗人质事件 处理不好 最近前一阵子还不是个电影吗 对不对 那处理不好之后 他就只做一任 下台 那可是呢 拜登现在面临到很大的威胁 就是说这个问题 其实比上次的伊朗人质事件 更严重 因为他面临了国际的压力 国内民主党的压力 他民调也现在不行 他也要竞选连任 所以他就花了很大的功夫 亲自自己每天打电话 给这个卡达的国王 然后呢给内坦雅胡 说要让这50个人职 这个放出来 然后要停火四天 但注意到 那个英文是叫做Post 不是叫做C-SPA 也就是他是暂时的停火 他不是真正的停战 因此到现在为止 刚才的讯息 今天刚才 以色列继续的轰炸 北加萨那个奈民营 有一家人 52个人全被炸死 从祖父辈到儿孙辈 所以这个战争是持续的 因此大家 我觉得其实要了解到 这个加萨现在这个战争 我影响到 这个整个世界的大局 好 请教郑远哥 美加边境的 这个恐怖事件是真是假 这个我们不必须管太多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五眼联盟也好 G7也好 都已经加强了 对恐怖活动的监管 以及控制 从911事件之后 这些国家事实上 已经配备了相当完整 而且相当多的预算 在处理恐怖活动 到今天能然是如此 所以未来会有恐怖活动 当然是会 但是恐怖活动的影响 会有多大 不可能跟以前一样那么多 但是我想各国也应该不胜其烦 那最终的终点 还是在以哈的战争 以哈的战争 他们现在卡在一个谈判 就是哈马斯释放一个人子 要换多少天的 或几个小时的 这个所谓的休战 另外的 要换在以色列建议里面 所拘捕的以色列认为 过去一段时间 曾经代表哈马斯在以色列 做出某些事情的一些人 这个总数很多 所以哈马斯希望说 以色列建议能够放的人的比例 能够更高 换了这个休战的天数 能够更多 换到了说 油料进口到加萨的 车辆的数位能够增加 基本上都在谈这个交易 跟这个条件 那以色列当然是需要尽早的 把一些妇虏的人子 能够获得释放 但这只是第一波 第二波 以色列跟哈马斯要谈判的是平民 一般的平民 然后第三波 才是以色列的军人 是有一些以色列军人 目前是被绑架 在战争里面 互相绑架军人 大概比较没有话说 但绑架平民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绑架妇虏 那就更是一种罪行要去处理 但是不管如何 以色列的轰炸也是一样 你轰炸军队的设施 这个基本上国际法是允许的 你轰炸平民的措施 除非你能够证明平民有武装力量 否则就是犯罪行为 那更再轰炸一些老弱父母 或者医院学校 那更不可原谅 那除非以色列能够证明 那里面有军事设施 没有的话 以色列就是犯罪 所以对于这场战争 当然大家希望停火 所以穆斯林国家组织的代表团 跑到北京去找习近平主席 看能不能透过他 对于美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能够尽早来结束这一场停火 我们当然希望早点停火 可是实际上看起来 好像没那么容易 因为以色列战于优势 他会什么 惊吞蚕死 一步一步的把战争向前推进 好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哈马斯组织的战时停火 战时停火等到停火完毕之后 哪怕只是四天 停火完毕之后就是激战 还是会有一番激战 那这个停火只是个战时的现象 以色列的他的战略目标 非常的清楚 就是要赶尽杀绝 他的这个战略目标方向 是非常的清楚 只是时间会向后来延宕 那至于他的这些手段 刚开始的地毯式的轰炸 现在变成地毯式的扫荡 所以这样就会接续来实施 会造成尤其是 不只是光哈马斯组织 也包括巴勒斯坦人 会做更大的伤亡 现在目前的伤亡 已经是一万四千一百多人 那将来的话像两万迈进 我相信他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第二个因为这些的尾巴勒冲突 造成这个日期的延宕 会造成世界各地的这种反乙的声浪会增加 这个声浪或示威游行 将来可能会有比较有激战手段的暗杀事件 也会持其比落 我认为这一方面的趋势 我认为不要去疏忽 尤其是在西方 在欧美这些国家 包含美国 包含英国 或者是法国 德国或意大利 这些国家都有可能 甚至加拿大都有可能 第三个我们看这些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本来是金砖五国 现在变成金砖十一国 那金砖十一国在这次峰会 也有对尾巴冲突 有做这一方面的政治上的表态 就是反对以色列在这一方面 对巴勒斯坦人 尤其在加萨走廊这一方面 无差异的轰炸跟屠杀 而且问题是不成比例 已经超过比例原则了 现在以色列的伤亡 大概一千四百多人 但是巴勒斯坦人已经死亡 一万四千多人 他的屠杀比已经超过十倍了 这样的话严重违反比例原则 而且目前的话 整个它是一种摧毁式的 不是一种重点式的攻击 是摧毁式的攻击 那会造成尤其是金砖十一国家 金砖十一国将来 它所扮演的这种 国际外交的角色会逐步加重 因为最起码G7 它是先进工业开发国家 先进工业开发 因为他们的开发 已经大概到达一个顶点 到达一个顶点之后 他们所能够成长的空间是有限的 但是这是金砖国家 金砖五国加战 后来加入六国 总共金砖十一国 他们大部分都是发展中的 开发中的国家 他们经济的成长的空间大 曾经有这个经济成长的空间 然后他们所占的地域 跟还有它人口的总数 人口的总数 大概占全人类的二分之一 大概百分之五十 所以他们将来在国际 还有在区域安全 尤其现在的尾巴冲突 他们所扮演的这个影响力 会越来越加重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美之间的科技战 其实就让大家聚焦到AI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这个拜登不断在对这个中国大陆 在限制AI相关的机片 甚至很不希望好像AI的人才 往这个大陆这边来移动 那就要讲起这个最近最红的一件事情 就是OpenAI 像公斗剧一般 原本他的这个执行长 这个奥特曼 也有人翻阿特曼 那原本就突然之间被董事会给解除了职务 峰回路转之下本来都已经要去到微软了 但是呢 这个突然这个又回重回了这个OpenAI 因为很多人就是来自AI的一些这种工程师 就说要跟他一起同进退 有七八百人说要一起离开 所以后来峰回路转 他又再重新掌舵了这个OpenAI 其实OpenAI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也有很多这个类似的功能 包含了腾讯啊 包含了很多这些龙头企业 也都想要开发出像OpenAI这样的一个科技哦 就是这么样的人工智慧 可以来回答相关问题 所以其实现在世界各国大国之间 都在较量这个AI的发展速度哦 那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甚至白宫还召开了AI会议 包含了Google 微软 OpenAI的执行长当时都有出席哦 因为他们也都会就说 这个AI的发展当然很好 可是也会担心他的使用上面 如果让他的这个进展速度 非常的快的话 就像这个马斯克所讲的 这个AI会不会反倒变成了一个 人类的灾难呢 所以要怎么样来设下 这样子一个规范性 避免他往坏的方向去发展 那我们看看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其实这一位38岁的解放军天才科学家 冯阳赫也疑似有这种 发生车祸 人家想说这会不会是暗杀而非意外事件呢 因为他在解放军当中 他也是这种天才型精通AI跟国防科技 被誉为军用AI的第一把交易 但是他在七月份的时候 执行重大任务的时候 竟然出现了这个车祸的这个意外事情 所以人家就开始有一些其他的揣测 就想说是不是中国大陆的AI发展的太好了 所以引发了这场杀机呢 会有这样子网路上面的一些传言啦 那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或是电动车 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现在不见得是占有优势喔 所以因此拜登就更加的看重AI领域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比亚迪喔 在这个第21届的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上面 也盛大展示了他全新的能源车汽车的这个阵容 那仰望发布了这个新款 这个14次方的这个概念车还有超跑平台喔 他们这是海洋系列首次亮相 这是中型的纯电SUV 还有海诗07EV 以及这个方程报在这个展览上面 也展示出最新的这个报五的车款啊 另外还有一些增加豪华功能的这个腾室也推出来 这个Premier这个D9系列 那我们看看Toyota其实现在 就是丰田啦 他们自己也一直在做这种固态电池喔 也是希望 是不是可以在固态电池领域弯道超车啊 赢过比亚迪啊 赢过宁德时代啊 但是呢 他们最后还是找上了比亚迪来合作喔 所以他们讲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呢 他们讲 因为他们有一个直觉 就说这个比亚迪的发展 非常的快速喔 感觉他们自己如果 闷声来做的话 不见得会赢得过比亚迪喔 因此他们觉得说 啊 与其跟你竞争 不如跟你合作好了 在五年前喔 丰田的高层就去到大陆来考察 那他们就发现到说 哇 他们有这个中国大陆使用的设备跟技术喔 他们就直觉反映说 现在大陆的这个技术 真的是已经非常的惊人 可能都已经超越他们非常的多 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要采取合作的模式 那当然美国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喔 在大陆电动车产业 在全球现在崛起的情况之下 美国又刚开始使出那一招啦 打压 就像是华为的翻版喔 华为你这超越了iPhone的销量 我就开始打压你 那现在是不是把这个矛头又转向了宁德时代喔 因为美国又担心这个宁德时代 是不是在电动车领域的主导地位喔 所以就像是当初封杀华为一般 现在也要开始把这个封杀的这一把刀刃 指向宁德时代吗 日经亚洲的报道 他讲说美国的智库喔 保卫民主基金会就呼吁说 美国应该现在开始要采取加强审查的方式 来限制宁德时代跟美国企业的一些合作关系喔 又要开始讲说喔宁德时代会不会偷技术啊 什么的 所以不能让他跟我们的企业合作啊 要开始在会声会影的讲这些 所以这种怪兽般的公司喔 这当然是一个赞美式的形容啊 就说欸他的发展非常的快速 是不是也引发了美的杀机喔 但是美国为何担忧呢 你看现在福特喔 也再度重启跟宁德时代的 这个EV电动车电池的一些工厂的合作建设喔 这个美国汽车大厂福特 他在11月21号又发布了这个消息 将要重启这一项计划 在密西根州这一边的电池工厂的一个新建计划 所以他的生产规模 呃会比起原来的减少40%喔 就是避免这个美国又有很多人 内部有一些其他声音 但是他们希望是在2026年来投产 那美国原先是已经阻止了这项计划 但是福特如果不跟宁德时代合作 他在这个电动车领域恐怕 很难就赶得上目前发展的速度喔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呃美中的科技人才 其实也是现在竞争的一大关键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有介绍过 严宁他那时候在美国那边 因为呃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一些科学家 陆陆续续的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大陆这一边去 严宁就是其中一位 现在传出他这个 他被人家誉为是科研女神喔 现在要回到中国大陆去 而且呢这个中国大陆的两院院士的 争选结果也揭晓啦 就现在目前严宁也是入选的 那其实这一波计划呢 就是来自于美国前总统川普啊 他启动了一个中国行动计划 就说欸开始指涉这些 在美国的一些学者 就中国大陆的学者 欸你们是不是偷取我们的技术啊 开始有这样子 让这些在中国大陆的学 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学者 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喔 所以他们开始陆续返回中国大陆 大概有1400名的旅美科学家 陆续离开了美国 寒蝉效应非常的明显喔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邱成童喔 他被誉为是数学皇帝 他也从哈佛退休啦 现在回到中国大陆的清华来任教喔 那港媒就讲说 其实在2021年 至少有1400位的华裔科学家 都从美国离开 返回中国大陆 因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可能会带领这个 领先5到10年的技术 如果有1400名的科学家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要跟美国打这场战 当然人才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来先问一下杨老师 宁德时代所生产的就是电池 占全世界的占预率高达37% 那另外比亚德占16% 所以这两个中国大陆的公司的电池 就占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 那但是他跟华为的资讯通讯设备不一样 虽然这个美国的基金会 我刚刚看了一下 其实很小型 而且这个相关的人员呢 提出来指控的那个人 他虽然在美国的政府担任过职位 但是都是很年轻 知浅的职位 影响力并不大 当然他这个是非常的鹰派 保守的这个立场 你从他的网页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可是会不会宁德时代 霍比亚迪在美国变成下一个华为 我个人觉得要警讯 要注意 但是应该不至于 因为毕竟资讯跟通讯的设备 和电池是不一样 而且宁德时代我们光看 这个礼拜 他就跟三家世界大型的汽车厂 在做合作 在欧洲和那个史特迪兰斯 那个是菲亚特 菲亚特 然后呢 那个法国的这个汽车的合作 还有雪铁龙 那在大陆呢 大陆是跟奥迪 奥迪的合作在长春要设一个厂 蛮大的这个就是电池厂 作为奥迪的电动车的这个电池 然后呢 在密西根要跟福特 这个事件曾经这个爆发过 美国的那个就是众议院那些共和党反中的议员呢 指控他 你是不是这个请中 然后呢 可能会被中国整个掌控到美国的电网 电池跟电网 反正他们就把它牵连在一起 这个事情一度有一点停顿下来 但这个礼拜又恢复 只不过是规模变小一点 所以他提供的这个电池 尤其在欧洲提供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那是比较先进的 那现在您的时代预计可能会在这个月或下个月 会在香港上市 所以他的做法跟华为不一样 但是呢 的的确确 这就是技术先进嘛 这就是某种程度的我的技术发展 然后呢 使得他也愿意公开的去 开放性的跟这些世界汽车场合作 所以你要问 如果华为的那个汽车系统到美国市场 大概很难进去 因为你透过华为的汽车 就会透过物联网 这个万物联网 就会连到很多一些资讯的东西 美国就把它联想成为国安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您的时代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还可以走的 再跟更远 但是呢 你如果一旦碰到美国 一定会面临到这些传统保守人士的 不断的攻击 好 请教郑元哥 刚才有名兄讲的非常有趣 他说美国的国会议员搞不清楚 电池跟电网有什么不同 因为美国的国会议员的智商 或者知识水平本来就很低 因为上一次他们搞不清楚说 抖音能不能接上WiFi 就已经闹了大笑话了 他们现在竟然不懂 电网交流电 电池是直流电 两个都分不清楚 所以美国的国会议员是怎么选出来 这个国家不衰败也很难 为了反中什么理由得找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 中国大陆大家期待很高 也要自我检讨 严宁是中国可能可以拿到 洛贝尔医学奖的一个顶尖的杰出的人才 他在生物医学界可以说被认为是顶级人物 那个聪明才智已经不是一般人 手龙气局了 他在清华生物系第一名毕业 到了普林顺大学 然后博士学第一名毕业 然后在所有的论文打遍全世界所有的顶级的科学论文杂志 那可是前段时间为什么离开中国大陆呢 因为在选中国大陆的院士的时候 说他年纪太轻要多磨练几年 然后比他差的人都变当院士 这种论资排辈的大陆的制度真的要改 他现在大概是中国大陆改过资讯 所以他就回大陆去 现在担任深圳的医学科学院的院长 他是名鼓起始所以年纪很轻 中美斗争一个结果就是使得很多的华裔科学家 但美国人人自为 比如说这个马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组主任 那位Dr. Chen竟然被抓去关了好久 干嘛 后来没有证据释放 莫名其妙嘛 然后哈佛大学化学系组主任 然后被抓去关 只是说因为他跑到中国来教学 这个也是匈牙利人 最后花了一大笔钱才被保释出来 你这是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变成一个恶狼 那这样子我劝了美国那些外籍的科学家 尽早的就到中国大陆去另求生路 那邱承彤当然是在全世界数学界的第一把交椅 那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人 那比亚迪现在推出的很厉害 比亚迪推出了腾氏 腾氏是什么 是比亚迪跟宾氏汽车合作的 方程报或者是这个海斯他自己生产的 然后仰望我想比亚迪全线开展他的电动汽车 这未来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 好请教将军 美中的科技战以前美国是独占优势 一枝独秀 独占凹头 看1969年美国登陆月球 其他的国家只有在那边干顿眼 这个称呼其后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话美国只有局部优势 而且很快就被超越又出来了 很快现在他能够甚至已经到达分庭抗礼了 我们现在拿电动车的优势来看 叫比亚迪 比亚迪在今年的第三季 他的出产量电动车 讲电动车的出产量是44万辆 但是美国的特斯拉 美国特斯拉只有43万辆 在今年2023年的第三季 正是比亚迪的电动车的出产量 超过美国的特斯拉了 换句话是在这一方面 中共弯道超车 它在传统的汽油车 传统的车 人员车 它现在没有做大事来发展 从电动车来发展 变成在这个样子 它变成那种跳跃式的 来这一方面去建构 那这样子的话 在整个市场来看 中国大陆也具有市场优势 因为中国大陆14亿人多 然后它也有价格的优势 因为中国大陆的生产的成本 制造的成本 比美国相对于低 那也具有价格的优势之后 当然别人会选择 物美价廉的这些电动车了 那这样子的话 换句话是比亚迪的市场 就容易开拓整个的世界市场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一看 现在美国在美中的科技战 如果是在以前 那中国大陆只有干瞪眼 因为不管在太空领域 飞弹领域 航空的这个领域 还有核子弹道的浅舰的领域 美国都是羁押全部 没有办法 大家都跟它差了 不是一个档次 差好几个档次 但是现在全部都跟上来了 那美国只要有优势 很容易就被马上就被取代 可能优势 这一两年就被取代 关键也是摩尔定律一样 很快 大概这18个月 一年半就被人家又超越了 所以现在的这种科技的 推陈初心的脚步 太快了 比我们所想象的 那刚好中国大陆 它有人才的优势也出来了 以前可能很多人 都要到美国去留学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北京清华大学 法学博士蔡真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 杨永明 蔡真好 大家好 还有这个 前空军副司令 张延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蓝白 真的是 全世界最遥远的距离 是什么呢 这个印度诗人 泰戈尔有讲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就有人拿来形容说 其实早上的时候 本来柯文哲跟郭台铭 就在他的住家 新一富邦这边 马半就在这个行善路 其实车程也只距离16分钟 但是早上却一直在隔空喊话 早上10点钟 本来这柯文哲提了 这个简讯说要碰面 那侯友宜就回电了 就说我们就在马半这边碰面吧 然后到10点55分 他就抵达了马半 那但是呢 柯文哲早上 已经是在这个 郭台铭家 新一富邦了 那到底是 可以在哪边碰面呢 柯是说 希望在第三地见面啊 但是侯坚持说 要回到马半 从这里开始 就从这里结束 那就这样子 兜兜转转的 后来柯文哲 突然发了一个脸书 就说改变 就从现在开始 期待 郭董与我在创造历史的队伍里 光荣前行 也邀请侯友宜 总统参选人一起参与 共同为台湾来奉献 义无反顾啊 那后来他们就说 那不如我们约的第三地 就在军越饭店来见面吧 然后稍早之前呢 这个柯文哲跟郭台铭 也都已经抵达了 这个军越饭店 事实上这个军越饭店 离这个新一富邦很近 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就没有多久的这个车程 可能坐车的话 大概三五分钟之内 就可以抵达了 那马班过来 其实也差不了太远啦 只是说 到底要约在马班 还是约在这一边呢 这十几分钟的车程 是不是就是蓝白河 最遥远的距离呢 那我们看 这个赖清德哦 现在当然一颗星 可能也是悬的啊 万一和 哎他得起床了嘛 他不能躺着悬了嘛 啊如果不和的话 可以这个翻个身 再继续睡回龙觉哦 那他现在讲说蓝白河哦 权力分赃 是充满算计的一场游戏哦 那他说 这个是基于政党 厉害权力分赃啊 即使组合成功 对于台湾的进步 也没有任何帮助 退一万步讲啦 现在难道绿的 没有权力分赃吗 难道绿的继续执政 对台湾进步 有任何帮助吗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这样问赖清德哦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赖清德定调 说要反一中哦 亮哥就怒轰说 这个 呃 赖的调子哦 应该要想说 我们就是美国 可以信赖的台湾 对这样才是加分哦 他说怎么会有人选举定调 说自己是反统一 反一中的大将呢 就是感觉起来很奇怪啊 你自己定调只是一个 反对派反对党嘛 那你明明是执政党 你应该要诉求的是和平 要诉求的是说 哎 美国可以信赖我们 然后哎 这个我们也会成为 亚洲这一边 一个安定稳定的 一个力量才对啊 那反而这个赖清德 一种不讲目的 这种方式呢 就是希望北京对他动 就有一些动作啊 是不是有动作对于 他的选情更加加分呢 你看如果会 今天就这样端出来一个报告 就说哎 解放军将会呢 透过灰色地带的方式哦 逐步对台施压 将有限封锁 视为作战的假定方案哦 也就是说可能 又会围倒锁台 那他说我们这个架构啊 是必要的海空军载台哦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 那应该要应对解放军 围倒锁台 这种平凡的灰色侵扰 这是陆委会在这个时间点 也端出来这一份报告 哎 要告诉你 有亡国感啊 有危机感哦 那真的 中国大陆是剑指台湾吗 有一个消息出来说 大陆的成都飞机研发 垂直起降的战机哦 专利图跟概念图哦 都有曝光哦 那这个战机中间的 生力发动机哦 喷射引导到左右的起管 然后再朝下喷射 这概念图啊 初不看起来啊 外形有点类似 落马F-35B的战机 但是这个战机的垂直起降的安排 跟F-35B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哦 这是成都飞机公司 所提出来的特殊专利 那这个形态的战机呢 会部署在哪里呢 就有人推估说 也许是075型的 两栖攻击舰 如果这一型的战机哦 研发成功的话 075型将会成为 小型的航母哦 所以它的任务弹性会更大 而且操作的成本 比起大型的航母啊 来得更加的低 就是它可能这个 极战力更高哦 所以对于海外的兵力投射 会是一个巨大的注意 那这样的动作也被指称说 是不是在瞄准美国 有一些相关的预备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郑远哥 有关于猴 柯 锅 三个人的整合 竟然可以引用到泰格尔的诗句 我对你们的制作单位 心感敬佩 这么紧张的时刻 竟然还可以这么浪漫 哇 这个心境是高呼常人 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话 君在长江头 我在长江尾 好了 不管如何 就看他们今天下午 三个人怎么谈 如果要促成三人整合的话 尽在指使 如果促成三人整合的话 即使见面也旨在天涯 那就看那三个人 有没有想到说 这块土地的重要性 不要整天讲的 都是一些伟大的口号 可是当三个人见面的时候 都在算计 我到底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 就会让所有的支持你们 爱护你们 不管你支持谁 爱护谁 都会有很大的失望 那柯文哲讲说 期待郭董跟侯友宜 一起参与同行 当然侯友宜也是有这种期待 那郭台铭有这种期待 那就看你这三个人 今天三个人的见面 当然主要原因是 来自于侯友宜 主动打电话给郭台铭 那要郭台铭来促成三个人见面 结果没想到三个人见面 要算时间 要算地点 好像要看八字 又要看地理风水 这样也是太麻烦了 不过终于见面了总是好 希望他有个好的结果 至于赖清德 当然会讲一些酸年酸语 他现在最忐忑不安心 你们三个人合我就落选了 你们三个人不合我就当选了 全世界没有看过有一个人 当选跟落选完全看另外三个人是否合 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一点 不过赖清德最近有点反常 怎么会突然打起反一中 反中跟反一中的概念不一样 反一中就是我反对美国的政策 因为美国是一中政策 一中原则 不管你后面讲政策 讲原则就是一中 你在这反对美国的政策 赖清德怎么找了一个美国人 来搭配当副手 应该是喜气洋洋 怎么开始反对美国的政策 赖清德是不是 严如要修正一下 至于所谓的郭正亮说 这个会使得两岸局面 这个重启的几率等于零 我觉得正亮实在是 就是一个好人 不想要人心险恶 赖清德有要重启两岸吗 有吗 没有啊 没有他当然就要把两岸的关系 压到死锁到死啊 那你郭正亮当然期待两岸有一个 把风云开见日夜的时光 你的期待跟赖清德期待不一样啊 他希望全岛里面 至少有将近四成的人 是他的铁杆子 都守在台湾岛上 不要两岸重启 两岸重启可能会使用台独的思想 受到亲属 最后瓦解 他担心这个事情啊 所以 陆委会起来说 这个有限封锁 封锁就封锁 还有有限跟无限 我还第一次听到 放心啦 解放军不会打封锁战争啦 因为封锁战争就会让美国 有更多的时间介入啊 解放军如果搞封锁的话 实在是有过笨啊 如果两岸要打仗就 不管要武力台独 或者是要武力统一 两方面就较劲一下 但是注意到不要像加萨走廊一样 让老百姓受到损失哦 你们最好精致作战一点哦 互相台独去打解放军 解放军只打台独就好啊 那个我不相信这种所谓的解放军的 垂直起降的飞机啊 是跟台湾有关系 当然台湾很多人讲说 如果我们的战机可以垂直起降的话 因为在第一个时间台湾的 重要的军机场的跑道 甚至于明昂机场的跑道 都会被解放军的火炮 远程火炮或者导弹所摧毁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说 我们利用高速公路 问题是高速公路可以起降的地点 也蛮有限的啊 那难道就不会被解放军的 导弹火炮所攻击吗 应该也是会 所以能不能在平原地带 不是公路上起飞就变得很重要 那要垂直起降是针对台湾吗 这种这么高档的战斗机 主要是在抢制空拳用的 不是要做地面攻击用的 会不会这个想 我们台湾的媒体想太多了 好 请教杨老师 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看这个蓝白河 我会觉得说有点烦了 对不对 歹戏托棚 对不对 怎么到了最后一刻 还在那边玩躲猫猫 然后呢 这个各自放画 做秀 以及再换地点 各位 稍安物照 稍安物照 两点 第一点 其实讲第一次代话 这个是地址上第一次 如果真的合的话 这个是台式的联合政府 以前没有出现过的 选举之前我们就合作 而且一个政一个负 而且把政治资源和职位的安排 也许都谈了一个大概的架构 这以前当然没有发生过嘛 对不对 96年的直选到现在 每一次不就是赢者全拿 我们的制度就是如此 也没有什么两阶段的投票 那2000年的时候 2004年的时候 民进党的政党实力 比国民党还是差太远 但陈水平一样当选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克文哲认为说 民调以及这个选举制度 他觉得他比较有信心 也许他认为他的年轻人 对他的黏着度比较高 那可是在国民党这边觉得 我有15个县市长 我有38个立法委员 我整个动员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激起大家的支持 你办场子 办选举 其实你每次最多到现在为止 民众党就是4000人 国民党可以到三四万人 这个东西有没有差 有差 所以他觉得我做政 你来做富 我觉得其实到后来 稍安物照 为什么第二点 今天就知道了 现在是蓝白和 明天会不会变成 就要开始蓝白磨合 如果和成功的话 变成蓝白要磨合了 要磨合到选举成功 然后呢 甚至执政 继续磨合 就可以等到 这个戏还是会有 彼此的放话 或者是攻击都会有 那如果今天蓝白没办法和 明天开始就蓝白敌对了 因为一定要把对方打到 然后呢 产生了气宝效应 对我比较有帮助 那可是呢 从蓝白和到现在 不管是未来的蓝白磨合 或蓝白敌对 大家都忘记 民进党才是你最大的敌人嘛 那个人躺着在选 然后呢 提了一个萧美琴 双台独组合 是不是 因为赖清德是台独工作者嘛 然后呢 萧美琴在去年8月跟今年4月被北京 这个盖章认定 台独分子嘛 当然这是萧美琴的工作 可是呢 这就是 站在北京的观点 你是双台独组合 美国当然也了解啊 然后呢 又提了一个不分区的 排名第二 但男性的第一 年轻的一个学者 主张向战 成政战 认知作战 所以这是什么东西 台独 医美 打向战 他没有在谈台湾的经济 他是执政党 他是支持率最高的 他没有说你要把台湾经济带哪里去 台湾的能源往里走 台湾的科技发展怎么走 两岸怎么样 这个和平 是不是 国际怎么参与 他说 我不会走回一中老路 他接受时代杂志访问说 不要有统一的幻想 你在想什么东西 你在挑起 你在挑起两岸的紧张跟敌对 一个最有机会当选 而且明显的完全倾向美国的 现在连华盛顿白宫都在寻求跟中国大陆的中美缓和 对不对 美国在忙于什么东西 你搞不清楚吗 你有没有那个 这个世界观呢 对不对 小美琴 教一下赖清德嘛 美国在忙于乌克兰 乌克兰都忘了 美国在忙于 忙于这个加刹战争 美国在忙于他的选举 拜登要输了 你现在跟他 然后呢 所以他在开这个习拜会 寻求中美缓和 中国大陆也符合他的 这个利益跟 他的外交政策 结果你在那边 台独 医美 打巷战 哇 你认为他搞清楚啊 是不是 你以为你这样子一定赢吗 因为他认为来白一定不合 他只要守住他的 这个基本盘 所以呢 守住基本盘 不要管经济 不要管安全 不要管和平 我们要守住台湾民主 台湾的独立 然后呢 要拒绝一中 要这个不要统一 反一中反统一 他是在选 我们的领导人选总统 他是执政党 他完全搞不清楚 现在中美的形势 国际的这种变化 他要把台海变成下一个 真的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 台独 医美 打巷战 我已经讲了三遍了 因为真的 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你就了解到 这个时候蓝白河重不重要 如果说 今天马上 蓝白河他们在军越饭店的这个见面 我想他们应该都了解 这个是零跟一的差别 从个人跟政党的这个利益跟权力 跟职位而言 合 有一的可能 就每个人一嘛 对 不管做政做负 不合 零 甚至可能会负 跟我们这个歹息说 我们看了现在 如果你们真的两个都不合 纯粹因为是 各种因素啦 那大家真的是 把你们都看扁了 你们要蓝白敌对也没有用了 因为都不会当选 所以一定要合 不是只能为职位 不是只能为那个一 你要为台湾 不要让赖清德这个台独 医美打向战 真的让美国介入 让两岸紧张 杨老师讲歹气托棚 其实前两天我也是这么讲 结果就有观众来留言骂我 好久沉翁迪 叫做好事多磨 不许讲歹气托棚 我现在都不敢讲这个词 你知道吗 好 好事多磨 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说 郭班那边讲说现在有搬来计时钟 因为现在就是倒数25小时 就是参选登记的截止 到明天下午的5点半 参选登记就截止了 然后现在也是选战倒数51天 可是现在目前蓝白到底合不合的局面 现在还未定 那刚刚现场也传过来这个画面 就是计时钟就摆在现场 这个郭伴这一边摆了一个计时钟 在军月饭店 而且说现在目前 郭伴这边有提供 就是三组阵营 都各一间套房 就是郭有自己的套房 然后呢 这个柯 有各自套房 而且他们的幕僚又在一间 也就是说 这六间套房 全部由郭伴这边来买单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 倒数25小时 讨论出最后结果 命悬一线的感觉 很紧张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对这个我认为到最后 虽然只剩下这个倒数了 明天就是截止日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高潮迭起 这个可以创造新闻价值 所以如果是要分的话 早就要分到扬镳 各走他路了 所以我认为 哪怕是现在迫在眉睫 他们现在还在接触 在互动 在这边研讨 表示说他们还是有这方面 合的这方面的努力 所以我认为合的可能性 非常的高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赖清德定调反一中 我认为他这是个战略错误 那为什么要反一中呢 这个的话反一中的话 是不是赖清德 他有很大的政治的欲望 但是他却没有备战的努力 这个两个要相称 他有非常高的政治 但是他没有备战努力 现在你看看 我们现在的国军的人员 人员都还没有到位 义务役还没有开始 明年才开始义务役 现在那个自愿役的缺缘 非常的严重 那这样子的话 训练上也是有问题 你现在这样子的话 那个差距那么大 两岸的军力的差距那么大 我认为赖清德 可能就是台湾的哲伦斯基 像乌克兰一样 他们乌克兰没有准备好 结果现在被打成 这个一片焦土 变成这个状况 要自己先准备好 乌克兰比台湾 比台湾在战略位置 在这个整个战略价值来看 乌克兰是很强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战略众生很广 乌克兰的国土面积 是台湾的16倍 它是60万3000平方公里 台湾只有3万6000平方公里 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它没有 结果没有准备 台湾也是一样 好丝好没有 没有这么准备 就在那边炸糊 然后中共的这些战机也好 还有它的军舰也好 都在台湾的周边的 海域跟空域做活动 那我们一直在退让 已经没有海峡中线 已经到台湾的训练空域了 我们一直守到最后一线 就是领空线 以战略退却 来换取和平 来委屈求全 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的 结果他现在强调了要一中 他把台湾想要推上战火 推向这 然后要打巷战 打近战 打城镇战 打众生作战 这都是骗人的 我认为 都没有准备好 然后只会放大话 这种吹牛式的建军 我认为不宜 好我们先试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在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き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